橘子小狗遇上那脸学霸 双向救赎的故事真的很美好 程嘉宏的外婆去世后 他的世界里便没有了阳光 他总是怕黑 直到齐文瑞的出现 照亮了他的世界 有他在 黑夜也变得不那么可怕了 因为见过太阳 所以就不愿意再回到阴霾里 最后的结局 程嘉宏求婚用了齐文瑞最喜欢的结果 齐文瑞因为工作来不了 但程嘉宏坚信他不会丢下自己 他们相识于高二 程嘉宏因为成绩不好留级一年 和齐文瑞成了同班同学 程嘉宏的心思根本没在学习上 整天都趴桌上睡大觉 作为学习委员的齐文瑞叫醒了他 让他上交手机 程嘉宏伸得懒腰 我手机没带来学校 齐文瑞明显不相信他 请问你能证明你没带来学校吗 没人证明 我家没人 那请你把你的手机交出来 程嘉宏略嫌脾气地扯了扯衣衣衣 我真的没有 要不你搜我身 齐文瑞只觉他有病 老师走进了教室 齐文瑞正要把收上来的手机交给老师 程嘉宏抬手偷偷就将自己的手机放进了装手机的袋子 也就是在那年夏末 程嘉宏认识了齐文瑞 程嘉宏同学 班主任让我跟你做同桌 顺便帮你补补课 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一套官方严肃又认真的说辞 直接把程嘉宏逗乐了 他抓住齐文瑞的手一阵摇晃 好啊好啊 可是程嘉宏的文化成绩低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齐文瑞一整个脑袋大 晚上要检查你的背书 程嘉宏顿时抱住他一顿麦子 爷啊 学伟 晚上我要去音乐教室练歌 没对了 学伟 你看我叫你学伟显得我们多面生 要不喊你小瑞瑞怎么样 齐文瑞气恼 不怎么样 赶紧去背书 别那么无趣啊小瑞瑞 生活中不能只有学习 我们可以聊点别的 比如 他唇角样开一抹坏笑 比如 你有女朋友没 齐文瑞瞬间耳朵尖都红了 专心学习 不要问有的没的 程嘉宏还在打趣 也对 这么无趣谁愿意做你对象啊 齐文瑞这人确实很无趣 但是每次逗他这件事却特别有趣 比如齐文瑞正在宿舍洗澡 程嘉宏就敲咪咪的走进去 哎好巧啊 你也在洗澡啊 一起播 齐文瑞被吓得语无伦次 有病吗 比我远点 比如齐文瑞正在专心看书 程嘉宏直接一只蟑螂就丢在了他的书页上 哎别生气啊 我给你献唱一曲 闭嘴 程嘉宏直接开唱 听我说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闭嘴啊 不过齐文瑞是真的很爱学习 他的世界除了学习好像就没有其他关心的事情 但他其实很羡慕程嘉宏 程嘉宏是音乐艺考生 他羡慕程嘉宏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而且还能对所有人支持和认可 这天 程嘉宏好不容易逮到的机会 抱着篮球正准备逃出教室 站住 你想去哪里 小瑞瑞 我错了 我不跑啊 齐文瑞铁面无私 逃课按矿课处理扣五个得益分 但是 他突然退了一下程嘉宏 但是还没想明 这次就算了 赶紧回座位 转眼就到了校运动会 程嘉宏第一个举手要参加 他原本打算输输服服偷个懒 因为齐文瑞每天追债式的 追在他身后让他学习 他真的有点吃不消 可是谁想 自从报名了运动会后 齐文瑞更加变本加厉的给他补课 连课间睡个觉都不放过他 非要给他戴上耳机 让他练习英语听力 好不容易打个球 还要逮着他一边打球一边背书 更离谱的是连洗澡也不放过他 追问他各种地理知识 最后如果不是他月考彩线过 估计齐文瑞连运动会都不会让他参加 运动会那天 程嘉宏居然在观众戏 看到了齐文瑞的身影 呀 小瑞瑞居然会来观众戏 舞得这么严实不热吗 程嘉宏从后面将伞撑在他的头顶 怎么不带伞呢 齐文瑞仰头就对上 程嘉宏似笑非笑的目光 给你撑吧 一会儿我也要去比赛了 齐文瑞接过伞到了生血 程嘉宏开始喋喋不休 穿这么多闷着出汗 反而容易长肺子 怕晒的话要不去医务室吹空调吧 齐文瑞知道自己被调侃了 一整个大无语 有人喊程嘉宏该去集合了 程嘉宏离开时 齐文瑞的余光一直定在他的背影上 后来的一天课后 齐文瑞终于知道 程嘉宏为什么大太阳都没打伞 因为他的伞被人划烂了 而他刚好碰到划破他伞的那人 那人还总在背后议论齐文瑞 说屁大点事就要记他的名字 再扣他的得益粉 程嘉宏直接拦住了那人 有意思 就因为这点事情报复别人 大哥 咱们高二了 这种是我小学就不干了 笑死 我当是谁 原来是万年垫底 什么烂泥服不上墙的玩意也配教训 程嘉宏忍无可忍 一拳头直接招呼在那人的脸上 然后的然后 程嘉宏就进了医院 他正躺在病床上玩手机 齐文瑞敲门来看他 都脑震荡了怎么还不好好休息 看到是小瑞瑞 程嘉宏两眼放光 你来了 我磕得不重 都躺两天了 早就不头晕了 哎 你这是给我带了什么好东西 作业 空气瞬间凝制三秒 你看我都摔成这样了 今天能不能放过我 齐文瑞回答的斩钉解体 不行 我没让你打架 程嘉宏叹了口气 你觉得 我是为谁打的架 天不怕地不怕的学渣 第一次露出了他脆弱的一面 程嘉宏可以为了齐文瑞和别人打架 也可以为了齐文瑞做任何的事情 齐文瑞来医院看他时 很是愧疚 程嘉宏没心没肺地安慰他 道歉干啥 你又没有错 再说了 一个星期都不用上课真的挺爽的 齐文瑞看着他手臂出包扎的伤口 低声问道 还疼吗 程嘉宏面上露出极其不自然的神色 不 不疼了 哎 对了 我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明天你的家长会来接你吗 没有 人都出差了 程嘉宏被过身拿手机 以此来掩饰自己的落寞 那签字呢 林老师代签 齐文瑞沉默了几秒 然后假装若无其事地夺过程嘉宏的手机 我也不是单纯来探病 补完课在还给你 然后病房就变成了补习室 可是程嘉宏怎么可能乖乖学习呢 一会儿说自己头晕 一会儿又说要上厕所 齐文瑞真拿他没办法 跟在身后 程嘉宏无语 我上厕所 你也要跟着来吗 我只是派你一进去就出不来了 你真蹲来啊 嗯 我就站在门口 对了 把刚才我讲的知识点重复一遍 程嘉宏一脸的不可思议 这是在厕所呀 小瑞瑞 你不嫌有味吗 突然间 所有的灯都灭了 周围一片漆黑 应该是停电了 我出去看看 齐文瑞正要往外走 程嘉宏一把攥住他的手腕 别 等一下 你能不能 能不能 就 待在这里 程嘉宏的声音在发颤 紧紧握住齐文瑞的手腕 齐文瑞感受到他似乎很紧张 伸手抱住了他 轻声在他耳边低语 好 别怕 我不走 程嘉宏愣住 脑中不由地浮现出小时候和外婆在一起的温暖画面 外婆 我会学着照顾您 您能不能不走 外婆也说 好 别怕 外婆不走 他感激地伸手回报住齐文瑞 发自内心地说了句 谢谢 齐文瑞哄自己真的好像小时候外婆唱着童谣红小孩的模样 只是一想到外婆的唱歌五音不全 他不由地就扑斥笑了出来 我好心安慰你 你笑什么 对不起 没忍住 你这个人 齐文瑞负气地将他推开 可突然手臂再度被程嘉宏抓住 那紧握的力度明显暴露了他此刻的紧张 齐文瑞转移话题缓解他的情绪 问你个事 你为什么这么乖学习 程嘉宏脑中闪现了一幕幕那挥之不去噩梦般的话 他沉默了片刻 反问 那你又为什么这么执着地给我补课 虽然林老师让我两坐在一起 但你完全不用管我了 齐文瑞看着他 眼神坚定地告诉他 因为我愿意 齐文瑞想起 自己外婆曾红小朋友唱的儿歌 此时低声唱了出来 他这么认真地安慰程嘉宏 某人却忍不住笑了出来 还说他五音不全 虽然有些生气 但还是转移话题 来分散程嘉宏的紧张感 问他为什么这么不爱学习 却被程嘉宏反问 为什么又这么执着地给他补课 虽然林老师把他们安排在一起 但他可以完全不用去管的 齐文瑞解释 因为他是自己的第一个补课对象 不管怎样都会对他负责到底 就当提前体验成为一个老师了 程嘉宏听到他 想要成为老师还挺意外的 他解释原由 以前读书是为了成为让父母骄傲的好孩子 后来就有了不一样的目标和意义 他见到过母亲 让他的女儿好好学习 要考出大山 避免早早被嫁人的命运 也见到过爷爷 为了让没有户口的孩子可以上学 即使身患绝症 也要四处奔波 自己的堂哥 为了让大山里的孩子也能读书 放弃了保研机会去治教 在齐文瑞眼里 教师是一个很神圣的职业 所以 他从小就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着 程嘉宏不禁想到自己 他们都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着 只是并非一切都会那么顺利 他曾一直以为 只要一个人待得久了 就会习惯的 见过阳光以后 就再也不想回到阴霾里了 齐文瑞就像那树光一样 照耀治愈着他 第二天一早 程嘉宏醒来 齐文瑞已经去学校了 但是外套和伞却落在了这里 急忙打电话 问他怎么样了 齐文瑞过敏了 没去吃饭在宿舍休息 程嘉宏便准备把东西给他送去 顺便带饭 程嘉宏来到宿舍 碰巧看到他准备上药 有些尴尬 他正准备先出去 齐文瑞觉得没关系 反正两人都是男生 齐文瑞夸奖他 要不方便 主动提出要帮他上药 程嘉宏给他耳垂上药时 看他明明很痒 却忍着不说的模样 很是好笑 忍不住逗他喊他齐老师 他想起昨晚的事 让不要把昨天晚上 他怕黑的事情说出去 齐文瑞表示理解 只要他也不把刚才 自己尴尬的事情 说出去就行 还提出要不打个赌 下次月考 程嘉宏要从倒数第一 考进前五十 自己则要保持第一 如果自己做到的话 就要答应他老师补课 如果两人谁都没有做到的话 还没等齐文瑞想好 程嘉宏开玩笑 只要不裸奔什么都行 然后就爽快答应下来 一大早 程嘉宏就趴在桌子上睡觉 冤种朋友徐启文在一旁嘲笑 还以为他是要背书呢 没办法 这课本对程嘉宏来说太催眠了 他开始后悔 当时脑子一热 答应了齐文瑞 陆明航学习也不错 他让陆明航代代他 但那人也自身难保 还问他怎么不找齐文瑞 他觉得自己 去找齐文瑞 和认书有什么区别 徐启文扭过头出歪主意 他可以反过来让齐文瑞答不成 只要齐文瑞不是第一 就算他输 陆明航吐槽他这招真晦气 自己不学习 还要妨碍别人 午休时间 齐文瑞回到自己位置 看到很多便利贴 和一桌子零食 他只觉得有病 坐下背起书来 程嘉宏在齐文瑞旁边喋喋不休 可他却像与世隔绝般不受影响 程嘉宏无计可施 只好乖乖认错 让齐文瑞帮他补课 齐文瑞这才搭理他 晚上补课时 齐文瑞纳闷 程嘉宏这么久都背不下来 一篇文言文 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自己记歌词很快的 这句话让齐文瑞啼呼灌顶 他找到琵琶行 开始唱了出来 却遭到了程嘉宏取笑他 越敢有待提升 程嘉宏开始用唱歌的方式来被文言文 一旁的齐文瑞 虽然打了哈欠 但还是陪着他熬夜 等他被玩齐文瑞 已经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他将齐文瑞抱回床上 心生感慨 或许自己达不到期望 但齐文瑞日后 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好的老师 齐文瑞太热将被子踢了下去 砸醒了睡在地上的程嘉宏 此时他也醒了过来 自己整晚都睡在程嘉宏床上 有些不好意思 程嘉宏解释 看他睡得香 也不方便叫醒 两人整理好床铺 就一起去了教室 晚自习 程嘉宏没在教室 齐文瑞问了同学 就去音乐教室找他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么认真的程嘉宏 他坐在那里唱着歌 齐文瑞不禁被歌声吸引愣在原地 程嘉宏看到他就叫他进来 本来晚上要补课的 程嘉宏连忙向他道歉 自己再为艺术节做准备 自己就差完善下歌词了 但是马上就要考试了 齐文瑞决定帮他一起完善歌词 争取更多复习时间 程嘉宏再次谈起刚才的旋律 程嘉宏根据伴奏帮他改词 两人配合很默契 很快就改完了 程嘉宏想起他之前MP3里的歌 是他很喜欢的歌 这些歌很冷门 所以唱片很难买到 程嘉宏知道 有家店专门卖这些冷门唱片 齐文瑞陷入纠结 现在还没下晚自习 程嘉宏表示 如果被问责 就秤是他带着逃课的 黑暗中 齐文瑞显然没有程嘉宏那么熟练 爬上栏杆后 不小心掉下来 摔在程嘉宏身上 更倒霉的是 碰巧遇到林老师在这边 两人被发现 程嘉宏急忙认错 承认是自己带他出来的 林老师通情达理 看他们关系相处得很好 也并未惩罚他们 顺便带他们出去吃了夜宵 在饭桌上 程嘉宏才知道 林老师就是齐文瑞的妈妈 问起最近补课学习的怎么样 他有些心虚的回答挺好的 学到了很多 他听了很开心 夸奖他们两个 程嘉宏面对夸奖有些愧疚 不小心被烫伤 看着林老师着急拿出湿巾 帮自己擦拭伤口 他想起了外婆 哪怕自己做得不够好 都一直在认可鼓励自己 他觉得现在的自己 很让别人失望 学校的门禁时间已经过了 齐文瑞回家住 林老师准备送程嘉宏回家 顺便和他家长见一下 但是他父母不在家 齐文瑞叫住准备回家的程嘉宏 送给他一个缝烤毕过的百宝囊 他调侃齐文瑞 原来这么迷信啊 林老师还透露 这里面塞了他的头发 齐文瑞有些不好意思 两人告别后就回家了 回家路上 齐文瑞妈妈 看到他们关系这么好 很是开心 而且 她终于不再像以前一样 只会闷头学习 不爱说话 当初安排他们两个 做同桌的时候 现在看来这是一件很对的事情 齐文瑞想起两人之间的相处 程嘉宏并不是一个坏学生 虽然看起来不是很靠谱 但是很会照顾人 并没有打扰他学习 反而一直尝试 带他积极融入大家 所以 不仅仅是他帮助程嘉宏学习 也是程嘉宏在帮他改变 让他接纳新事务 考完试后 齐文瑞打程嘉宏的电话 却没有人接 他回家去拿书 结果一整天没来考试 从林老师这里得知 他早上请了假去医院 齐文瑞有些担心 林老师准备带他去医院看程嘉宏 医院里 程嘉宏给一个女生送饭 让他没胃口也要吃饭 然后两人争执起来 程嘉宏被赶出门 刚好撞见齐文瑞 程嘉宏早上回家 拿书的时候 看到他姐姐成颖 从楼梯上摔下来了 陪他做完检查入院后 考试已经快要结束了 他给齐文瑞道歉 让他担心了一天 补了这么久的课 也没能考试 他没参加考试 本想着原来的赌约可以作废 但是齐文瑞给他留了试卷 只要分数过限 就不用受罚 他将试卷写完后 就交给了齐文瑞 此时 程嘉宏父母来到医院 他的父亲 因为他没照顾好姐姐 也不去考试 打了他一巴掌 对不起他们努力在外工作 对不起他们瞒着外婆的病情 耽误了治疗 逼他转学 砸了他的吉他扔掉乐谱 理所应当地 将一切推在他的身上 两人谁也不退让地争执着 眼看着他父亲还要打他 齐文瑞急忙 上前拦下 有什么事可以慢慢说 不要打扰到病人 解释程嘉宏是为了照顾姐姐 才没去考试 虽然错过考试 但还是完成了试卷 进步很大 齐文瑞的解释并没有什么用 反而激化了他们的矛盾 他着急地阻止双方的争吵 不小心枪住自己 程嘉宏递给他水 让他冷静一下 看到他们两个的关系很好 程嘉宏父亲却不以为意 问过以后才知道 他是林老师的儿子 年纪第一 这才转变态度 向他道歉并表示感谢 因为程嘉宏坐视三分钟热度 辛苦他了 齐文瑞解释并没有 除了性子急一些 他学习东西很快 希望大家多点耐心 多给他一些时间 会改变的 程嘉宏父母听了他这一番话 向他鞠躬道谢 齐文瑞倒是有些不好意思 之后 他们就回了学校 程颖向父母解释是 自己逞强才摔倒的 和弟弟没有关系 不希望父母这样过度逼弟弟 朋友发来一条信息 叮嘱他好好休息 朋友是齐文瑞的姐姐 发来了他们二人在学习的照片 并肩坐着很是温馨 两人学习过后 在一起玩游戏 这方面当然是程嘉宏经验多得很 有他代妃齐文瑞 很是轻松 试卷改完 他这次进步很大 向齐文瑞索要奖励 刚好过两天 也是他的生日 程嘉宏在思考要什么奖励 不禁想起外婆做的饭菜 外婆去世后 父母工作又忙 成英只会做泡面 还没有自己处理好 他很久没有吃过 有烟火气息的饭菜了 他想让齐文瑞 给他做顿好吃的 他若是知道齐文瑞的厨艺 一定会后悔这个奖励 看齐文瑞和一条鱼对峙了很久 还不小心把自己的手弄伤 他终于决定 自己来做这顿饭 齐文瑞的姐姐 吃过他做的鱼 立马和他达成协议 以后多来做饭 游戏管购 齐文瑞倒是有些不好意思 于是程嘉宏换了奖励 陪他去封玩一天 两人来到了游乐场 程嘉宏嘴上答应着 选择不刺激的 结果却选了密室逃脱 虽然这已经是比较简单的了 齐文瑞还是有些紧张 但还是陪他一起进入了 程嘉宏也是玩心大气 想吓一下他 被吓到的齐文瑞 拿起课本就甩向他 简直是自讨苦吃 密室里光线很暗 程嘉宏虽然怕黑 但是只要不是一个人待着 也没有那么难受 两人快速破解密码 已经来到最后一道门了 齐文瑞看着他 怕黑的话没关系 自己又不会嘲笑他 其实 程嘉宏并不是只怕黑 他是害怕在黑暗中被丢下 他想起了逝去的外婆 没能看着他长大 齐文瑞安慰他 爱他的人会变成天上的星星 永远陪着他 程嘉宏忍不住笑了出来 像红小孩似的 两人快速破解密码 准备出去吃饭 程嘉宏的朋友们 已经在餐厅等着了 给他准备了彩带和横幅 热闹的氛围带动了齐文瑞 他和大家一起开玩笑 程嘉宏看到了自己 心意已久的吉他 以为是齐文瑞送的 但他的礼物还没有拿出来 这个吉他是齐文瑞表姐送的 因为品牌是他很喜欢的 一般是需要提前定制 所以他很意外 齐文瑞送给他的是一款手表 戴上手表的程嘉宏 开心地炫耀着 尾巴都要摇上天了 程嘉宏音乐节 只表演唱歌的话 这次恐怕是拿不到第一了 冠军奖励是加学分 还能得到学科导师一对一辅导 竞赛班的人都来卷了 表演节目 甚至有喷火和胸口碎大石 程嘉宏为了艺术节比赛 准备加入一段双人舞蹈 这样或许有机会 吃过饭后 齐文瑞准备送他回家 他心生感慨 若是父母也有 齐文瑞这么温柔就好了 自己无论做什么 外婆都会支持 可父母却只知道 让他学习 从未管过其他 齐文瑞看着他难过的模样 抱着安慰他 如果他爸爸再那么对他 就给自己打电话 自己会替程嘉宏分担 晚自习前 程嘉宏来到学校舞蹈室 看到程尹在里面 本以为是他爸爸派来监视他的 问过后才知道 是齐文瑞表姐闺蜜 程嘉宏只觉得尴尬 拉着刚到的齐文瑞就出门了 他宁可随便来个艺术生 也不想让程尹交 但无奈 逃不过龙凤胎姐姐的压制 看到他垂头丧气的样子 齐文瑞主动提出 要做他的搭档 和他一起表演 虽然自己什么都不会 齐文瑞换上舞蹈服 程尹给他做拉伸 齐文瑞骨头太硬 跳不了女步 只好让程嘉宏来跳女步 还吐槽他胯都可以扭到外太空了 被程尹折磨了一番 两人回到教室上晚自习 看着他们离开后 程尹松了一口气 自己跳起舞来 可惜 他刚出院没多久 受不了这么高强度的舞蹈动作 朋友扶他休息了一下 在旁边恨铁不成钢 他的腰再不动手术会瘫痪的 他还抽出时间 给程嘉宏排练舞蹈 程尹无奈叹息 现在治疗的话 自己就赶不上一口了 若是今年错过 明年就没有机会了 也不知道 手术后会不会完全康复 他请求朋友 不要告诉别人 自己考试结束后 会去治疗的 朋友也拿他没办法 只好尊重他的想法 只是劝他要多休息 不要为了弟弟辛苦了自己 程尹想起了两人小时候 那时 自己还坐在轮椅上 程嘉宏会抓来麻雀 唱歌来哄自己开心 他唱歌很有感染力 像他自己一样 能敏锐感知别人情绪 他一直希望 弟弟能拥有自由的生活 晚自习课间 程嘉宏打了个喷嚏 心想 肯定又是程尹 在背地里骂自己 其问锐叮嘱 不要开小差 问他参加比赛 是为了和家人赌气 还是为了自己 程嘉宏回答 当然是为了自己 既然是为了自己 那就更应该拼尽全力 不辜负别人的期待 其问锐 希望他能够成为 最想成为的样子 而程嘉宏现在的期待 就是能和他 考进同一所大学 程嘉宏春光满面地 来到舞蹈室 在程尹的指导下 两人听着节拍练习舞步 两人休息时 程嘉宏让朋友带了水果 程尹为了保持身材不吃 他看着他们亲密的样子 忍不住多想 两人练习完就准备回教室学习 程嘉宏被程尹叫住了 两人之间的气氛不太好 程尹直接问他们是什么关系 却让程嘉宏叛逆之心 愈发强烈 称他们只是正当同学 同桌关系 程尹低头叹息 解释自己 没有那个意思 不管他们怎样 他都会支持 只是程嘉宏向来 不会冷静处理 无法好好沟通 程尹让他现在以学业为主 其他是可以等毕业 程尹下周就要开始 考前集训了 无法督促他们两个练习 让他们自觉练习 周五离校前 这个时候 程尹应该考完试了 但程嘉宏联系不上程尹 有些着急 齐文锐让他别担心 先吃饭 顺手为他吃了肉 还被同学调侃开玩笑 这是齐文锐接到表姐的电话 他让程嘉宏快点去医院 程嘉宏听后 有些不知所措 程尹刚考完试出考场就晕倒了 现在需要动手术 他父母却联系不上 程嘉宏听了这些 飞快跑去医院 心中五味沉杂 程尹到底瞒了些什么 自己就做他的御用编曲 程嘉宏来到医院后 医生告知病情 他的腰部长期受损 之前就建议过手术 他直接问程尹 以后还能再跳舞吗 病房外 程嘉宏垂头丧气 自己家人的身体 早就出问题了 自己却什么也不知道 还和他赌气 让他操心自己的舞蹈编排 甚至连考前集训都没有 给他送出祝福 程嘉宏很自责 觉得自己对不起程尹 也怕程尹会恨自己 齐文锐安慰他 程尹是他的亲姐姐 不会恨他的 练舞的时候 他一直很关心程嘉宏 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等待手术成功 认真完成舞台表演 这样才能不辜负 他的付出和期待 程尹介绍完自己表演的曲目 忍着腰部的疼痛 坚持跳下去 可万事总不尽人意 他不小心摔倒了 就这样考杂了 他努力了这么久 在这一刻 全都作废 崩溃的他 晕倒在朋友怀里 病房里 程尹此时已经醒过来 齐文锐过来问候他 表姐已经回宿舍 帮他收拾衣服了 程嘉宏缠着医生问了大半天 怎么照顾他 刚被劝走去买饭了 齐文锐看着发呆的程尹 他和程嘉宏真的很像 便问他程嘉宏小时候 也是这么别扭吗 明明很关心对方 但总是嘴巴不饶人 程尹回想起曾经 他们虽然不是一起长大的 但小时候的程嘉宏很黏人 是在外婆去世后才 变得沉默了很多 也没有及时处理好 他和父母的关系 所以 家里是现在这副不和谐的样子 程尹很自责 觉得自己是个不称职的姐姐 所以 他只能尽力去弥补弟弟 齐文锐安慰他 他们都很爱彼此 程嘉宏在手术室外等待的时候 都急哭了 连签字手都是抖的 程尹很感动 因为他上初中后 就没哭过了 他们这几年说的话 都没有最近排练时的多 因为父母很反对他学音乐 程尹也就不敢明知支持他 不管怎么样 他都希望弟弟可以实现梦想 哪怕结果不尽人意 至少努力过 就没有遗憾 就像自己明知有腰伤 还要继续跳 也是为自己的努力 画上了句号 程嘉宏听了这话 又气又心疼 然后又安慰他 成绩这么好 不管一考怎么样 到时候上的985和211 还不是信手拈来 程尹低声回答着 程嘉宏只觉得 他这么好说话 有些不对劲 医生来查房了 让他们回避 待会儿父母就到了 程尹担心 他们吵起来 就让他先回学校了 临走前 他看着程尹 希望他是真的想开了 傍晚下雨 嘉宏带伙伴回到自己家后 边脱衣服边跟对方说 二楼可以洗浴 于是 瑞瑞收拾好 看着洗澡的嘉宏 担心他的状态 但又不知该如何开口 他找了个话题 告诉对方自己胖了 若不是陪着对方一起跳舞 自己就要胖成球 一边照着镜子 一边调侃 等年纪大后 还可以一起去跳广场舞 嘉宏穿好衣服 但头发湿漉漉地出来 调侃自己会是广场上 最帅的老头 画落 准备去洗衣服 但是被身后的人拦住 按着坐下 一边给他擦头发 一边教训他 他看着因为担心 而训斥自己的人 仰头看着对方 玩笑中带着认真 自己的头发就交给他了 瑞瑞听到这话 瞬间害羞地低下了头 磕磕巴巴地转移话题 说起明天表演的事 但一说到成应 看着心情瞬间低落下来的嘉宏 他告诉对方 今晚在他家留宿陪着他 他走到窗户边 给妈妈打电话 解释今晚在嘉宏家留宿原因 变化那头的妈妈 应该说了什么 让他瞬间慌张脸红 这时 嘉宏拿过一个抱枕给他 让他晚上抱着睡 气得正给母上大人 打电话的瑞瑞 一阵无语 两人练舞到大半夜 累倒在沙发 嘉宏问对方 要不要吃宵夜 但未得到回复 有头发现 对方已经倒在沙发上睡着了 他眼神温柔地 看着睡着的瑞瑞 伸手抓住对方的手 想着他们永远 像现在这样就好了 第二天 校园文化艺术节开始了 正在化妆间化妆的瑞瑞 被化妆师调侃着 两人打闹钟 突然旁边传来惊叹声 原来是穿着女装头 带假发的嘉宏 瑞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沉默片刻 跟化妆师姐姐一起 爆笑出声 问他为什么要穿 女款表演服 嘉宏也开玩笑地回复 正因为要出其不意 我们才可能会第一 但被对方嘲笑不要脸 玩笑过后 两人正经起来 相互鼓励打气 他们一定可以的 舞台上 随着灯光散下 两个背对站立的少年 随着音乐舞动起来 像是对梦想 开始炙热追逐着 在追梦的路上背道而驰 红尘中被欲望腐化 一路前行伤痕累累 不屈服 冲破枷锁 看到前方等待的那个人 原来对方一直都在 一起披荆斩棘 迎接剩下的果实 舞蹈结束 台下的观众愣住了 不知谁先开始 掌声不间断的地响起来 两人看着台下的吵吵闹闹 相视而笑 回到后台 两人又在吵吵闹闹 这时 有人来找嘉宏 两人好奇他的身份 对方开始介绍自己 他是普尔加西亚 是一位音乐制作人 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嘉宏 瑞瑞也好奇地凑过去 对方是看了他的舞蹈 比较感兴趣 想和他聊一聊 他拉住准备离开的瑞瑞 让对方就在这里聊 这里没有外人 对方想让嘉宏 报考首都音乐学院 成为自己的学生 对方觉得他很有灵气 嘉宏虽然很开心 但他还是想考虑一下 再答复对方 对方也理解他的行为 留下一句 嘉宏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他 就离开了 然而 旁边的瑞瑞很是担心 对方真的不是机构推销的吗 嘉宏被他的想法逗乐了 让他放心 对方是正经教授 看着手里的名片 他发出叹气声 其实他很想去 但是家里的长辈不会同意的 看着这样的嘉宏 他有点心疼 让对方不要胡思乱想 好好准备期末考试 后面的试着交给他 嘉宏也不想对方担心 开起玩笑 两人又开始打得闹了 这时 来了一个人 让他俩准备好去领奖 傍晚 瑞瑞在家陪着妈妈坐在客厅 妈妈听说 他和嘉宏跳舞拿了奖 调侃他真棒 他害羞表示 都是嘉宏歌写得好跳的也好 他妈妈也惊叹嘉宏的厉害 但是也知道对方家里不会同意的 去年他留级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很好奇 之前的嘉宏 是什么样的 妈妈告诉他 对方会再上学期间 翻墙去一千多里外看演唱会 因此失联了好几天 家人也报警找他 学校还给他寄了个大过 不过 今年跟他同桌后 对方的状态好了很多 听到妈妈这么说 他决定试着为对方做点什么 拿起手机去跟嘉宏打电话 坐在阳台 跟对方规划新的学习计划 期末前夕在教室办公室 瑞瑞妈关心他的情况 决定明天给他包汤喝 他慌忙拒绝 妈妈知道 他和嘉宏有约 开玩笑而已 这时 办公室进来一个中年男人 瑞瑞看着对方很眼熟 猛然想起 这是嘉宏的父亲 男人突然拿出一份礼盒 大声嚷嚷 让瑞瑞妈多关照自己儿子 为了不打扰到办公室其他人 瑞瑞妈带着男人去走廊谈话 期间 嘉宏父亲送礼的行为 也被其他学生看到了 次日 瑞瑞抱着试卷 还未走进教室 就听到里边吵吵闹闹闹 走进教室 就听到学生们在讨论 嘉宏爸爸贿赂林老师的事情 后边坐着的嘉宏 沉默听着教室里的议论 瑞瑞一言不发 抱着试卷走到讲台 重重地把试卷扔到讲台桌上 瞬间教室内鸦雀无声 并对同学们解释 昨天他就在办公室 对他们所议论的事情 一清二楚 台下的嘉宏很吃惊 居然还会有人向着自己说话 他深深看着讲台上的人 看着对方训斥那些议论的同学们 他就这么盯着对方 忽然笑了 瑞瑞训斥完自己的同学们 最后 还让他们去给当事人道歉 课后 同学们都来找嘉宏道歉 他都笑着原谅了大家 然而 只有一个人看着他这样 认为他在装模作样 嘉宏看到此人的行为 当下并没有说什么 反而喊话前周的老陆和老许 拿笔指着一个人 让他们跟自己一起约他 放学后 被约的那人紧张地 走到三人面前 那人先发致人 嘉宏笑嘻嘻地表示 自己只是想跟他聊聊天而已 身旁两个伙伴 被他的无耻行为惊呆了 默默地后退了几步 这让被约谈人 更加惊慌失措和害怕 嘉宏走到那个人的面前 深深看着他 问对方在怕什么 他的话激怒了对方 开始反驳 嘉宏自己说的有错吗 他家不就是个爆发户吗 其他三人 都被对方无耻地嘴脸搞笑了 典型地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对方又继续胡说八道 讽刺他的艺术节冠军用了手段 又造谣他的成绩 牵扯到了齐文锐 激怒了嘉宏 一把扯住对方的衣领 开始怒骂 甚至想动手 但被伙伴止住了 远处的齐文锐看到他们 赶忙走了过来 其他人看到学尾 悄悄溜走 剩下嘉宏独自面对他 齐文锐过来关心询问 发生了什么事 嘉宏拿出录音笔 对方造谣证据已经录下来了 这让他输了一口气 还好不是打架 考完试后 一群少年在宿舍席地而坐 举起手里的啤酒碰杯 看到齐文锐喝不惯酒 咳嗽起来 嘉宏拿起几串烧烤给他 文锐问旁边的人 什么时候把他爸送得里拿走 他让对方留着 不要就扔掉 开始说起他老爸贿赂老师的事情 因为这事 他和老头吵过无数次 但对方就会说为他好 认为他们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 从来不顾及他的感受 越说越气愤 文锐安慰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递给他一串烤肉 压抑了 可以随时找他 嘉宏看着眼前关心自己的人 终于忍不住 一把抱住了他 开始哇哇大哭 看着喝完酒跟小孩子似的嘉宏 便哄他自己不会走 醉酒的嘉宏低声嘟囔 让对方等等 他自己一定会追上他的 会跟他当一辈子的室友的 听到对方的嘟囔的文锐 既害羞又震惊 睡梦中的少年 被手机吵醒 一连起床气 他倒要看看 是谁不让他睡觉 看着群里一连串的艾特他要钱 一阵无语 翻看上面的聊天记录 瞬间回想起昨天发生的事情 犹犹豫豫的 不知道该给瑞瑞发什么消息 一番思索后 终于编辑发送成功 过了两个小时后 终于听到手机的响声 结果是某银行的消费提醒 让他很事无语 他拿着手机 郁闷对方为什么还不会信歇 于是 穿好衣服出门 决定去齐文锐家找他 林老师问 正在整理书籍的儿子 让他猜猜 自己在楼下碰到了谁 他估计 又是以前的学生来看他了 他想不到会是嘉宏 两人沉默地坐在茶几前 下一秒又一口同声地开口 文锐让对方先说 嘉宏不好意思地道歉 昨天晚上喝猛了 麻烦他了 不要因为他说的话躲着他 听到这话的文锐 心脏忍不住地跳动 他明白 站在朋友的角度 被朋友重视很开心 但是 他也发觉 他们之间有什么变得不太一样了 他咳嗽了一声 觉得自己想多了 看着眼前可怜巴巴 举着自己亲手烤的面包的人 跟对方解释 自己并没有躲着他 他向文锐打听自己期末的成绩 得到了自己成绩还不错的消息 说完成绩的是 文锐有点不好意思地问嘉宏 下周有空吗 得到他有空的回复后 又转身 把给他准备的礼物拿给他 嘉宏惊喜地发现 居然是音乐节门票 特邀嘉宾 还是他一直爱的偶像 他兴奋地拉起瑞瑞的手 表达自己的忠诚 从今往后 一定会对他言听计从 嘉宏拿着音乐节的门票 回到了家里 想起瑞瑞给他说的话 一脸开心 下一秒 却收起自己的笑脸 发现自己的父母提前回来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一言不发 他妈起身 就开始质问去哪了 天天吓跑 他爸更加严肃地问他 在学校是不是又惹事了 他解释 同学恶意造谣 他只是想要一个清白 他爸并不想听他的解释 大声呵斥他 苍蝇布丁无缝的蛋 要反思自己 他耐心地跟父亲解释原因 然而父亲却不认为自己错了 听见争吵的姐姐 拿着手机出来 让他们不要再吵了 帮着弟弟解释 他这次的成绩 有了明显的进步 爸爸还不敢相信 拿过姐姐手里的手机自己看 瞬间父亲开心起来了 抬头看向嘉宏的时候 发现他兜里的东西 他把露出来的门票 往兜里塞了塞 并没有说是什么 他爸认为他玩心重 要没收他的手机 假期也不准他出去玩 他觉得老爸疯了 又开始争吵起来 他老爸一把拽起他的衣领 把他拖到房间推了进去 从门外把他反锁在屋里 他很是绝望 不明白为什么都是自己的错 他已经不逃课了 也不打架了 脾气也在变好 成绩也在进步 为什么父母看不到他的改变 他捡起掉落在地上的音乐节门票 想起当时开心约他一起去音乐节的齐文锐 他终于忍不住痛哭起来 觉得自己一直被困锁在牢笼里 不知道该怎么办 除夕叶家红躺在床上 听到自己房门被打开的声音 发现是姐姐把自己的房门打开了 姐姐趁着爸妈外出 偷偷拿了钥匙 把他的房门给打开了 让他赶紧去找齐文锐 齐文锐来楼下扔完垃圾 看着嘉红一直没回消息的微信 很担心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突然他惊觉 身旁有一个人 扭头发现是嘉红 虽然不知道对方发生了什么 仍然把他领回了自己家 他尴尬地跟林老师打招呼 看着衣着单薄的嘉红 林老师赶紧拿起一件外套 披在他的身上 林老师邀请他在家吃饭 随后拿起手机 准备跟他爸妈说一声 然而却被嘉红阻拦了 他是一个人跑出来的 这让林老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他赶忙转移话题 让厨房忙活的老公加把椅子 嘉红看着厨房热热闹闹的一家三口 很是羡慕 感觉自己好像在做梦一样 暗自想着 他没有认识自己 也会过得很好 但是自己没有他 该怎么办 文睿出声打断他的思绪 让他过来吃饭 他暗自庆幸 还好没有这个如果 他走过去 和文睿一家人开心地吃饭 嘉红从浴室出来 发现文睿在阳台站着 走过去问他 为什么不进屋 文睿邀请他过来一起看烟花 随手递给他一罐啤酒 喝了口酒后 他开始告诉文睿 自己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他一直在反复做一个梦 梦里他丢了一把吉他 他拼命地往外跑 想把他找回来 不管他怎么跑 却发现永远跑不出去 他发现 走廊的尽头 有一面大镜子 镜子里面全都是他 好像一个牢笼 怎么都挣脱不出来 他继续告诉文睿 虽然他和姐姐同天出生 他们却选择了 更懂事的姐姐在身边 但他们从来不知道 姐姐的委屈 他不想一直受父母的控制 开始挣脱枷锁 因为他的改变 父母开始互相指责对方 争吵以后 如果不是为了他们 也不会忍耐父亲这么久 甚至连外婆确诊时 父母为了省钱 也会找借口 是为了供他们读书 他觉得自己的家 真的是烂透了 靠在文睿的肩膀上 他默默哭泣 看着这样的佳宏 他伸出双手 把对方揽入怀中安慰 下一秒 就被对方紧紧地抱住 他看着睡着的佳宏 他伸手轻抚对方的脑袋 希望他做个好梦 清晨 佳宏醒来一睁开眼 就看见眼前睡着的文睿 想起昨晚的哭诉 瞬间脸爆红 他瞬间坐起来下床 不忘帮文睿盖好被子 捏手捏脚地走出卧室 听到动静的文睿也醒来 在卫生间用冷水洗脸的佳宏 想起昨晚的事情 脸又瞬间爆红 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他开始胡思乱想 他不敢相信自己 这么糟糕的人 也会被别人在意 然而想起昨天的拥抱 他觉得对方只是受外婆的影响 他赶紧纠正自己的想法 自己不应该乱想 他不想让小瑞瑞对自己失望 让自己冷静下来 文睿担心他有什么事 敲响卫生间的房门 他洋装无视的样子走出来 边走边解释 自己刚才只是犯困了 洗了把脸 文睿觉得 家红在躲避自己了 自己每次想叫他或找他的时候 他都找理由躲避起来 连林老师都发现了 他们之间的异常气氛 因为文睿爸妈有事要外出 他让儿子和家红两人 在家好好相互照顾 随后提点儿子 有话别憋在心里 好好跟家红谈一谈 爸爸也给他支招 可以把对方堵在厕所里头谈 文睿觉得 爸爸的提议是个好办法 他趁着家红上完厕所洗手时 赶紧溜进来 把对方堵在厕所后 关门落锁 他生气地问对方 为什么要躲着自己 随后好似想到了什么 又欲言又止 决定冷静下来 跟对方好好谈一谈 然而 现在的家红大脑 已经开始当机了 还是捂着耳朵 告诉文睿 现在不想谈 于是两人在厕所争吵起来 突然 门外传来巨响声 把争吵的两人吓了一跳 家红让文睿先待在里面 他自己出去看看 出来后 发现是一个陌生的男生 呵斥询问对方是谁 不放心 家红独自出来 文睿悄悄探出小脑袋 发现闯入自家的 居然是方寻 另一边 原来文睿的父母约的人 是家红的父母 家红妈妈开口 不是先关心孩子 反而开始指责孩子的不是 林老师打断家红妈妈说话 不认同对方对孩子的指责 他老公也开始劝说 对方在孩子教育上的问题 家红的父亲 虽然认可对方说的话 但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 不需要外人干涉 林老师此次是作为一个 普通的家长 来跟家红爸妈谈话的 作为父母他很清楚 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 成长得更好 但是也明白 父母更不应该用自己的想法 去限制孩子的成长 林老师夫妇回到家 正好看到自己的学生方寻 从自家出来 热情邀请他 留在家里吃个午饭再走 看着准备要去跟师兄 做饭的文睿 家红拦下他 自己去厨房帮师兄煮面 煮面对家红束着耳朵 偷听两人谈话 听到对方让小瑞瑞 别被烦心事影响 他明白 对方在说自己 很是气愤 又听到对方 邀请小瑞瑞搬到他那一起住 就更加气愤了 煮好面后 他重重地 将面放在男人的面前 咬牙切齿地 让对方慢用 然后 他坐在方寻对面 看他端起面开吃 贝拉地咳嗽起来 一脸小得意 于是装模作样地道歉 自己不知道他不吃辣 随后又听到他说起 小瑞瑞喜欢的偶像 要在他们学校开演唱会 他开始蠢蠢欲动 很想去看看 但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起料 小瑞瑞很给力 请求对方带着他一起去 他又开始洋洋得意 这时 林老师从卧室出来告诉他 已经和他爸妈聊过了 他可以安心回家过年 旁边的小瑞瑞开心表示 一会儿送他回家 林老师 一家人对他的关心 让他很是感动 激动地一把抱住了旁边的小瑞瑞 小瑞瑞叫住了家红 想跟他在外面谈谈 家红拒绝了当面交谈 让他有什么事 在微信上聊 小瑞瑞小心翼翼地问他 是不是生气了 并向他道歉 有时候 他意识不到自己犯了错 家红解释自己并没有生气 开口询问他和方寻的关系 他解释对方是家里资助的学生 小时候母亲去世 父亲是个毒鬼 村里亲戚也没有能力养他 他父母就把对方接到自己家照顾 对方性格很孤僻 总是一个人在角落看书 经过长时间的相处后 对方也敞开了心扉 对方上高中后 父亲娶的继母无法生育 把他领回去了 虽然他们还有联系 但很少再见面了 因为文瑞一句替方寻 向他道歉的话 让他又开始胡思乱想 越想越烦躁 让身旁的文瑞怀疑 他真的没有生气吗 家红不知道该如何向他解释 只能跟他挥手道别 文瑞看着对方离开的背影 捂住胸口 觉得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感觉自己很奇怪 想知道家红真实的想法 站在原地未动 想起那天晚上喝醉的家红 回到家的家红 为达里姐姐 直接回到自己卧室 关上了房门 姐姐推门而入 问他是不是和齐文瑞闹别扭了 他不知道该如何跟姐姐开口 相比一直很坦诚的齐文瑞 在想到懦弱的自己 很是崩溃 姐姐看到他这个样子 也是火大 上前就是对他一顿敲打 他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让姐姐帮他打听一下 齐文瑞的消息 大晚上文瑞找他来 居然是为了程家红 在看手机里成影发来的消息 他坐在齐文瑞的面前 一阵无语 他开始向严姐 倾诉自己的烦恼 以前为了不影响学习 他不想交朋友 然而遇到家红以后 一切都变了 从最开始反感他 到慢慢地开始好奇他 再到后面地关注他 甚至想一直看到 他爽朗的笑容 他觉得自己既自私又可笑 他觉得自己疯了 居然会对一个男生 产生这样的想法 作为小说爱好大户的严姐 很是激动 自己居然刻到了 现实版的CP 严姐开始劝解他 并告诉他家红跟他是一样的心思 听到这话的文瑞很是吃惊 严姐告诉他 若只是普通朋友 对方为何会在意他和别人的关系 严姐开始给他支招 对方既然退 那他就进 文瑞害羞地低下头 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